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苹果一年一度的WWDC开发者大会在今天凌晨就结束了 一如既往的发布了软硬件的更新 iOS 16也如期而至 我精简了15个日常大家用得到的主要功能 包括发布会有说到和没有提及的那些 好,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多功能的锁屏 在锁屏界面长按就可以触发编辑模式 向左滑动,添加新的锁屏,点击加号 可以看到这里有可以选择的多种背景和风格 人物,照片,包括emoji都可以 天气,还有不同的颜色 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我们选择一个天气 好,进入到边境模式 这里每一栏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好,我们在这里更改一下 拿删除,拉到下面,batteries,电池 因为我自己是有佩戴Apple Watch的 好,我们再来使用一个日常比较多的日历吧 OK,中间的时间这里也是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和颜色 上下的小部件也是同步变化颜色 好,可以看到这个天气的壁纸是实时的在变化 非常的逼真,效果非常好 在这次的iOS16更新中 终于加入了一个大家呼声很高的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查看WiFi的密码 我们找到设置 进入到无线局域网 然后再点击你的WiFi名称 这里就能够看到你的WiFi密码 点击一下使用FaceID或者是TouchID解锁 同时可以选择拷贝 这样的话很方便分享给其他非iOS设备 好,第三个相册中的隐藏 可以删除的项目需要密码去验证 可以看到这里有隐藏和最近删除 都是可以上锁了的 这个功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好的,你如果需要打开 可以点击以后使用FaceID或者是TouchID解锁 好的,第四个就是支持横屏的FaceID解锁 喜欢在床上或者沙发上躺着刷具的朋友有福了 这个功能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 我刚才试了几次 目前由于是开发者预览版 在识别上精度还不够 相信在后面的版本中会逐渐修复 好了,今天的第五个键盘终于支持震动反馈了 它的具体设置并不在键盘里面 而是在设置声音触控 然后这里有键盘反馈进入开启触感 OK,终于有震动了,非常爽 通过AI的智能算法 现在支持相册的抠图驱备功能 我们在需要的内容上用手指长按 这个时候就触发成功 好,试着拖入到微信中 试一下 微信目前是不支持的 好,我们再来试着拖动一下 然后发到信息应用中 包括你还可以拖到邮件中 拖放 放大以后人物的皮肤边缘 还是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抠图痕迹的 好,来到第七个 我们下拉通知中心 可以看到这里的天气 当前的应用隐私权限的一个调用情况 我们点击一下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有哪些具体的应用 目前在使用你的关键信息 第八个通知中心折叠信息 跌放或隐藏视图方式查看通知 通知会显在屏幕的底部 因此是不会遮挡其他的一些内容 你可以用手指向上滑动来展开你的具体通知 或者手指向下拉动折叠起来 第九个实时活动 有了实时活动通知 你可以轻松的从锁屏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比如打车或者是控制音乐播放 非常方便 好了,来到了今天的第十个新的专注模式 允许我们为专注模式设置相应的锁屏屏幕 比如我现在正在拍摄中 我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个壁纸 选择我的拍摄模式 OK,这样可以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中和不同的壁纸中方便的切换 非常nice OK,第十一个新的照片共享方式 我们使用它先要开启共享图库 好,比如我选择这个我个人收藏的这几张照片 选择全选点击分享添加到共享相簿 点击需要起个名字这个相簿的名字 比如来讲下一步 选择共享的联系人 好,放进你甚至还可以在这里选择评论 发布,这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共享相簿 你点击单张 往上拉 刚刚建好的时候 我的一个评论 这就有点像苹果自己的一个朋友圈了 私人的一个朋友圈 点击另一张 你也可以添加相关的评论 你发布了评论以后 其他人就可以看到 并且可以为你的评论去点赞 妥妥的苹果私人朋友圈 OK,第四个,听写和键盘的混合输入 它可以在我们输入的同时 可以使用语音 两种方式可以无缝的切换 我们试一下 先输入苹果两个字 一连一度的WWWDC开发者大会 在今天凌晨 一如既往的发布了软硬件的更新 非常方便这样输入 好了,新的系统也终于在信息中支持 信息的撤回功能和再编辑 我们发送,在发送不久后 长按它 点击撤销发送 非常好看的一个动画 好,包括发送以后 还是长按它 可以选择编辑 好了,第14个 可在一条路线中增加多个图经点 增加停靠点 加油站 便利站 方便你规划整条线路 最终达到目的地 好了,最后一个安全检查 在我们的设置隐私与安全中 找到安全检查 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紧急重设 点击它 使用紧急重设 停止与所有人共享 撤销所有的APP的一个访问权限 然后更改APPID的密码 下面这个是管理共享与访问权限 OK 经过FaceID认证以后 进入检查用户管理与其他人共享的信息 位置或者照片 帐户安全性 我们点击继续 马上找到与共享的一个信息 这里可以跳过 继续 好,经过检查以后 它可以列出哪些APP 正在访问我的一些关键信息 具体的可以选择停止 或者是全部选择停止 然后继续跳过 第二步检查APP访问你的信息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帐户的安全性 这里就列出了你的硬件APPID 目前登录了有哪些设备 你如果在这里面发现有哪些可疑的 可以马上点击移除 好,我们再跳过 你还可以更新你的APPID密码 好,这里我们直接跳过 最后一步 紧急联系人 选择移除或者是增加 继续更新你的设备密码 好,我们这里也跳过 最后点击完成 整个流程走下来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的APP应用 包括你的硬件设备和APPID的一些 所有的安全设置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目前iOS16还处在开发者预览版 非常不建议大家使用你的主力设备去更新它 由早上使用到现在的情况 耗电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而且充电速度很慢 整体的发热也比以前大 包括系统的一个BUG也非常多 处在一个日常不太可用的状态 当然你手中有其他的设备 可以尝先试一试 好了,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这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